大家好,这里是汪哥说电影《我是弟弟》,我们今天来看电影《魔鬼山地险记》。 男主杰克是个普通的出租车司机,但他有过人的驾驶天赋,曾经还当过黑帮老大的司机。 一天,杰克的车上莫名其妙地多出两个小孩,小孩让他送他们去一个地方,却怎么也说不出详细地址。 还有一辆不明的黑车在后方追击他们。 杰克虽然不明所以,但也看出来黑车不怀好意。 就在这时,男孩突然穿出车身,用身体挡住了追击的黑车。 对方的车瞬间被撞得粉碎,好不容易逃脱了车辆追击,三人继续前往目的地。 没想到目的地是一座烂房子,女孩随手拿出一大把钱付完车钱,两个小孩就进了屋。 杰克听到屋里传来了声响,觉得不对劲,耐不住好奇心的趋势,于是进了屋。 他跟着两个小孩去到一个地道,里面有神秘会发光的巨大植物。 他们从一个球形植物里找到了一块黑黑的东西,虽然不知道是什么,但感觉很神秘的样子。 刚拿到手,他们就被一个穿着铠甲的人袭击了。 铠甲人的武器威力无穷,几人千方百计地逃出了地下世界,铠甲人立马又开着飞行器来追击他们。 杰克把出租车开进了列车隧道,于是躲过一劫。 但列车却因此撞到了飞行器上。 到了这个时候,杰克终于耐不住了,他问到底是怎么回事。 两个小孩告诉他,他们是外星人,而那个铠甲人就是外星杀手。 为了让杰克相信,小女孩还展示了自己的超能力,他用念力就可以控制物体悬浮起来。 除此之外,他还会读心术,杰克这才终于相信他们的话。 随后,杰克带他们回到城中,国防部的人却突然给杰克打来电话。 原来他们从杰克搭载上两个外星人时,就一直在监视他的行踪。 他表示想和杰克做交易。 只要杰克将两个外星小孩交给他,就会把他从前的犯罪记录都消除掉。 杰克洋装在电话里答应交易,却悄悄地带着两个孩子从屋顶通道逃跑。 等对方发现时,几人已经开着出租车扬长而去。 随后,为了弄清政府的UFO阴谋,杰克带着他们去找了一个博士朋友。 博士是UFO大会的疯狂主讲人,曾经拍到过两个外星小孩的星球。 他们问外星人为什么会来到地球,原来他们的母星正在毁灭,而地球是最适合他们居住的地方。 所以,他们星球的人要来侵占地球。 但是,两个小孩的父母在地球做了一个实验,发现了可以拯救他们母星的方法。 可惜反对派抓走了他们的父母,他们俩来地球就是为了取回实验成果的。 反对派又派了铠甲人来阻止他们,而来到地球后,他们的飞行器也不见了。 如果他们没有及时赶回去,外星人就会实施侵略地球的计划。 为了阻止这样的事发生,杰克和博士决定帮助两个小孩找回飞船,于是他们去找了朋友阿兰。 阿兰是探测秘密讯息的专家,没有比他更熟悉政府的UFO阴谋。 他给了杰克他们一个秘密基地的图纸,而那个基地就是在魔鬼山。 于是一行人又赶去了魔鬼山,很快他们就到达了那个秘密基地。 然而还没开始行动,几人就被埋伏,两个外星人被麻醉然后抓走。 杰克和博士也被押送回城。 在路上,杰克袭击了两个押送士兵,随后他们返回基地救外星人, 却不小心误入一个焚化通道。 好在里面还有一个通风口,让两人成功地进入基地内部。 而此时,政府的人正在用两个外星人做实验。 杰克和博士闯进实验室救出他们。 离开的时候,他们发现了UFO。 原来真的是政府把UFO给藏了起来,只为了拿来做研究。 博士办成国防部的人下达命令,让研究人员全部离开了。 而他们也准备时间打开了UFO的门。 就在几人准备上飞行器时,军队过来包围了他们。 四个人毫不畏惧,手牵着手。 在外星男孩的超能力下,他们抵挡住了射来的子弹。 就在此时,外星杀手赶到了基地。 政府士兵又忙着对付外星杀手。 杰克他们趁乱进了飞行器。 在外星人的操作下,飞行器很快运行起来。 飞走的时候还顺便撂倒了外星杀手。 很快就到了分别的时候,外星小孩送给杰克一个追踪器, 这样他们就可以随时找到他。 然后他们坐上飞船,离开了地球。 最后杰克和博士根据这个经历写了一本书。 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,当出租车司机真的很有风险, 但同时也有很多机会去骑狱。 好了,今天的电影就看到这里,咱们下期见。